大家看,这个就是野植花,它是植核植树的植物 一般我们是采它的花,晒干以后泡水喝 有的地方也叫它路边房或者说山植花 因为它喜欢长在山上或者路边 最近也有朋友问到市面上买到的植花来泡水喝 跟这个野植花有什么不一样吗? 其实它们有三个不同 第一,生长环境不同 野植花是生长在野外 而用来泡水的植花是人工培植的品种 人工种出来的 第二,它们的样子也不同 野植花就是小小的圆盘,个头很小 而泡水的植花有的是圆盘形,有的是圆锥形 并且个头都比较大 第三,它们的效用也不太一样 通常传统的观点认为 野外的效应可能更强于种植的 我们有一些这个野植花加工的干品 用来泡水喝,又香又甘甜 欢迎大家品尝